你好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大家报告的是 几个关于海外抖音TikTok的数据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这个节目 给大家报告了 油管处理社区准则违规的 这样一个季度报告 今年1到3月份 油管平均每一天会关闭25,000个频道 平均每天会删掉78万个视频 可以看见他对清洁这个平台的决心 以及所采取动作的力度 今天我正好看见了一个TikTok的报告的 相似的这样一个数据 你看这个报告 是TikTok的2021年的一季度的 一个社区准则的这样一个执行报告 就是跟油管的这个是一样的 格式内容大同小异 好 那么这里头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值得我做一期节目的给大家的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1到3月份 TikTok 它总共删除了6200个视频 作品 它叫做作品 所以叫草稿或者是叫做段子 不管它叫什么 反正是一个视频那么就是它发布的一个东西 它删掉了6200个 那么这个总的数据来讲 比油管稍微少一点点 油管将近7000万左右 但是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它讲这个数字的话 是少于整个上传的1% 也就是说整个上传的在一季度上传的数 数字的话 这个来乘个100倍 那就6000万600万6个亿 这样一个量级上传上去 我不太清楚YouTube上面这个数据大概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相当 甚至我都怀疑总的段子数的话 它应该会如果没有超过的话 也不会比YouTube会少到哪个地方去 它这个增长速度一定是比YouTube来的快 好 另外一个数据 大家注意看到的是 它讲有1100多万个账号被关闭了 我们讲看油管的话 它是平均一天2.5万个 它大概是200多万在这个期间 你看TikTok它删掉是千万级账号 所以这远远大于它这个数字 然后它讲这其中有700多万 是因为年龄原因删掉的 因为TikTok 它是跟油管一样要求14岁以上的 才能正常的注册账号 它还有个小的 专门为13岁以下的小孩去做的APP 你可以单独下载 但是没有这个出名 那么它的内容当然也会不好玩的 只有家长希望小孩到那边去 小孩自己我估计他还是想到这个 不受限制的来访问这样一个TikTok的完整版 所以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小孩试图来注册账号 然后他发现了以后会被删除这些账号 这里头有700多万 看起来好像很大的一数字 但他讲它只是这个数字 只占整个抖音上面的1%都不到 现在我看从我看到数据来估计来讲 这个TikTok海外版的这个账号 大概会在10个亿左右 那油管报告的是月活的这个账号是20个亿 但是这20个亿里头那个是有多少人是内容创作者 不知道 而这个地方是创作有这个账号 并不是所有的账号都会发布上传作品做段子 有的人也是观看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YouTube里头有账号 而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人占的比例 会远远的低于在TikTok上面 TikTok上面就是说有账号 然后发段子的人这个比例会比这个TikTok 会比油管要高得多 所以这个就是奠定了一个这个这样一个基础 就是短篇这个TikTok上面的内容创作者 会比油管上面活跃而且多 那并且在关闭的这些账号里头啊 一千一百万 除此之外 他有七千一万个账号 七千一百万个账号啊 他被拦截了 就是根本不是创建完成了 而是讲试图创建 通过某种自动的这种方式 低量创建号 因为有的人要搬运这些东西 然后要做这个账号的矩阵 有好多人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的工具 去自动创建 这个量级是多少 是有七千一百万个账号啊 那正常的创建的账号里头 然后被关闭的有一千一百万个 这些东西是直接就是你企图创建 然后我拦截不让你成功拒绝你创建账号 就有七千多万个 那这个数字反映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很多人都试图在这个上面 创建账号 公司也好 个人也好 我知道就是我的观众里头 很多人就试图来在TikTok上面创建账号 都非常困难 创建完了以后的话 也会经常被删掉 TikTok一个很 似乎他要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 他不希望来自中国大内的大陆国内的观众 在这边来创建内容 他希望隔接 所以他又很一旦侦测到你是从中国大内 中国国内的来的 那他就直接不让你创建这账号 或者一旦是你在上网浏览的时候 发现问题的话他都会关闭你的账号 所以在此之前的话是大家知道Facebook的账号 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他们稍微不加注意就给你关掉 现在的话 TikTok这一块的账号是非常严格 其实这个地方 我顺便来说一下 就是有人光在这边创建和出卖这样一个账号 就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些内容创作者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生意 好 反过来讲 在海外的这些同学的话 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 你应该就是说 在抖音已经给你屏蔽了 这么一个巨大的内容创作者 人群的情况下 你应该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这样的环境来做TikTok 好 TikTok还有一个东西 它的好处是什么 看这个数据 这是来自另外一个 来自另外一个报告 它是用户的互动力的engagement rate 就是点赞留言转发 这些打赏 这些东西 它是远远的超过其他平台 你看这个是两个公司给做的调研报告 其中 它是讲到TikTok有18%左右的这样的互动率 Instagram只有4% YouTube只有1.63% 你看这个是4到5倍之间的差距 对于那些超大的频道的话 它互动率会更低 因为它千万级的这样的当然互动力会更低一些 那这个情况 TikTok有5% 你可以看到YouTube 只有0.37% 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人的内容发到TikTok上面 和发到YouTube上面明显会感觉得到 就是发到YouTube上可能没有动静 发到海外抖音上面去 又很容易上观看上千过万 然后有好多人留言点赞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群体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从现在刚才看到这几个数据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 大量的年轻人试图在这边注册 就是TikTok的年观众的平均年龄是偏低的 甚至他要单独列出一项来 也就是低于13岁的人 有这么多人试图的创点账号 所以正是这些年轻人 他的购买习惯 他的消费习惯 他的打赏 他的互动 他的等等这些创造内容都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这个是这个平台 它跟YouTube不一样的地方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这个数据所以我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 就是互动力这个东西 使得这个平台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它会非常快的速度 因为我们做内容就是要形成这样一个 你讲做IP好 或者是要跟要做出的东西 要有反应观众看 观众看过了还要给你反馈 对吧 所以这种可怕的这种互动力的话 会使得内容创作者像打了鸡血一样 现在我觉得海外抖音就差一个什么东西 差一个商业变现 他也像YouTube一样做了这样的短 他在YouTube之前 YouTube我不给大家介绍前段时间 他准备投一个亿 投10个亿 不对是一个亿 100 million 一个亿的美元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创作者奖励计划 那么其实海外抖音早就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海外抖音还没有像国内那样子 商业的就是带直播带货这一块 它商业闭环还没有形成 国内的抖音可以直接挂小黄车 能够完成整个的交易 现在在海外的抖音这一块的话 就暂时还没有只能在你的主页里头 放一个链接 链接到你的独立站 或者链接到其他的联盟营销的网站上面去 其实这个进程已经在快速的推进了 英国的抖音已经可以加小黄车了 可以开通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快的 等到这个平台将来会有很多人 在抖音上面赚了钱 这个故事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海外的TikTok爆发的那个时候 虽然这个讲从2020年去年到今年 是一个整体成一个爆发的态势的上升 但是只是讲大家在上面消磨时间 并没有讲真正失智性的刺激 普通老百姓的神经 这个刺激到别人就是讲戈壁老王要发财 那就是什么 谁是谁在抖音上面赚到多少钱 海外抖音现在就差至最后的一把火 这里头当然是相当复杂的 因为当地有各种各样的法规 法律 然后商业环境等等支付税收 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从过去的一年我看到海外抖音 采取了很多行动 已经跟比如Shopify跟沃玛都签订了战略的这样的合作协议 所以它这个动作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你看国内现在抖音推出了中视频计划 还有开通了视频 开通了叫做电脑版 也就是说它要反过来攻击中长视频 原来是属于B站的 属于优酷 属于爱奇艺的这些平台 那么在海外这一块就直接就冲击的是 现在YouTube这一块的市场 所以YouTube跟他两个将来竞争 录死随首 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其他政策性的干扰 像就是阻止这个阻止TikTok的 法律上的阻止他像川普 川普那个时候干的这个事情 这事情还没完 虽然现在暂时解禁 这个有很多的变数 但即便是这些变数 大不了就是海外抖音 它受到一些限制 或者是跟这边搞合资 或者是卖给美国的某个公司 但是这样一个平台 这样一种操作方式 和这样一种内容的形式 我觉得是从我能够看见的 这些趋势或者数据来讲 它基本上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它会打败YouTube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讲短视频 讲抖音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就多多去尝试 我们做内容的人 要到这个人最多的地方 然后这个算法越强大 意味着它能够比你更加精准的 找到你的目标观众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做内容的人 要做出的选择 而不是讲哪个平台 还处于什么技术状态 意识形态 属于哪个国家 属于是属于中国的APP 还属于美国的APP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重点考虑的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内容 不是肩负责改变世界的这样的责任 或者担当 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认为的 有价值的知识 或者是内容或者是娱乐 或者是陪伴分享出来给大家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尽可能的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利用这些影响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不要对平台抱有偏见 我们从这个数据里头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数据 看起来好像是它有多少数据 它有多少账户关闭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TikTok它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这些数据非常难得 这个东西是它自己公司发布出来的 因为它不是上市公司 它没有必要发布财报 所以现在它有真正的有多少用户 它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都是那分析公司在那猜测 而这个是第一手数据 它公司自己发不出来的 所以你只能从这个地方反过来去反推 然后跟YouTube 它的直接的竞争对手 在这一块里上的横向比较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国内的抖音 基本上是海外抖音的一个发展的路线图 只不过是海外抖音会比它 这个一年两年大概这个样子 那些政策的风险 其实到最后都会归逼 对吧 大不了TikTok 就像当时特朗普时代 卖个美国 卖个Oracle 或者是这样 但是它还是会往这个路线去推进 好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 就算是我这个油管研究院里头 不同寻常的一期节目 居然画了一期节目 专门来讲海外抖音 那其实结论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要在抖音或者TikTok这个平台上面去尝试 那当然老胡 如果是这样认为 我自己应该身先十足干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我最近马上就会开始更新 我的抖音和TikTok的账号 希望你和我一起努力 谢谢再见